接下来为您播放的两代电力公司 欢迎你光临今天的两代电力公司 有一些做父母亲的 他们生下小孩之后 并没有好好地抚养这些小孩 那为什么小孩 就要好好地抚养他们的父母呢 养儿真的防老吗 告诉你一个数据 那就是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 已经接近200万人 占总人口的8.43% 在这个200万人的老人当中 子女愿意奉养的只占了四成低 所以说中国的传统是非常注重孝道 但是当父母年纪老的时候 子女照顾父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随着现在时间的改变 有意愿已有能力照顾父母的儿女 也就越来越少了 在孝道语伦里面临考验的年代 子女奉养父母还是一件必要的事吗 真的养儿可以防老吗 赶快听听看 今天两代电力公司的讨论吧 何嘉文 看妈妈感情很好的何嘉文 奉养父母对他来说 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听了下意愿另类的主张之后 他的看法竟然也开始动摇咯 姚梦霞 孝顺父母严心一致的姚兆秀 虽然没有抱持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 但是听听他还有什么其他不同意见吧 江冠豪 堪称现在孝子的江冠豪 以实际的行动说明了孝顺的意义 今天他能够说服 抱持不同意见的下意愿代表吗 今天的上意愿是由七位 坚守中国传统孝道的代表所组成的 而下意愿则是由六位认为 奉养父母不该是子女责任的代表所组成的 昨天今晚的节目 这场甘心与道德的论战 马上就开始咯 两代电影公司有时候会讨论一些 大人会觉得大逆不道的事情 比方说做小孩的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亲 可是实际上你打开报纸看 不孝的子女到处都有 那最好就早一点把话讲开了 大家后来麻烦 那这个爸妈死掉之后 才开始谋夺遗产的这种也很多 这剩下的家人当初不孝顺父母亲 可是爸妈不在以后就开始这样抢着 然后表示他们才是遗产的合法地层人 这些案子都层出不穷 那到底 孝顺父母亲是真的为了要得到多一点的遗产 还是他们真的爱他们的父母亲 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可以考一下我今天特别来宾 我今天第一位来宾是何嘉文 何嘉文你带了点心术来 是 你很会穿衣服 今天什么造型 今天走 副古风 谁站起来 谁站起来 因为我想不外乎就是要收一下服装 今天走有一点点小尿的味道 好谢谢 你觉得我在乎吗 不不不重要 因为我只是要打输 做下的 好 做下的 狗康你一个问题 好 你觉得 绑匪 就是喜欢绑架人家家人 来勒赎 赎金的绑匪 为什么从来都不绑架别人的爸妈 都只绑架别人的小孩 因为小孩不见得会救爸妈 但爸妈一定会救小孩啊 应该是 应该是根本就不会救爸妈 看状况 看能不能救的 最近有个案子我很感动 就是拉丁美洲有一个负伤的爸爸被绑架了 就他竟然有救他 可是他救的方法不是付钱 是报警 所以一副那种 你大不了把我爸给干掉的样子 也不是就是说 爸妈毕竟是见多是广 就是你会比较 自己可以逃出来 对 我们的女人 你知道说他 他应该比较怎么知道跟歹徒来周旋 那小孩子就有什么都不懂 所以绑小孩比较方便对不对 你觉得有一些继续面 而且我觉得绑匪如果绑爸妈的话 就是 还蛮糟糕的 脑筋有问题 因为小孩记不 小孩可能记不得绑匪长什么样啊 或者小孩可能是 比如说阿姨带你去吃麦当劳 他可能就忘了阿姨长什么样 但大人一定会记住 所以绑大人很麻烦 很麻烦 你这个是技术面的考虑 对对对对 可是人性面的考虑 就是有一阵子 我担心我爸的安全 我就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太炫耀 那你会被绑架 他就大笑 哈哈 没有绑匪会笨到绑人家的爸爸 因为小孩都不会去赎他回来 所以 所以 自己绑匪会的 就是 就当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好了 请问上下意愿 如果绑匪绑架了你们的爸妈 你们愿意把他们赎回来的赎金 愿意付多少钱 请坐打 柯家伙你觉得 你觉得一般正常人会写 不管多少钱都要赎回来吗 对啊 如果在节目上应该都会这样 除非他的爸妈不在 或爸妈不看电视 你心里应该有个底价吧 我会尽力耶 口袋里有多少就全部拿出来 我们另外来宾饶梦霞教授 你觉得你期待看到一个数字吗 还是你觉得应该尽其所在 我不会期待看到数字 我觉得我是看看 应该尽全力 张远豪还是 对啊 应该是这样吧 你有担心过你家长的安危吗 倒还好 因为我们家认为是小刚家庭 所以我想歹徒应该不会 你知道艺人很好玩 就是艺人很多人 比方说阿B啦 或周华健 今天有小孩的爸爸 你知道他们跟小孩合照 上媒体他们就说不行 因为小孩会被绑 对 因为跟爸妈合照得很乐 就合照着爸爸 对啊 前一阵子 我妈就接到那个什么 那个唱片集团电话 对啊 然后可是因为他才十万块钱而已 而且后来我妈还跟他杀到五万 你不觉得为什么先下去 看你讲的大人就是见多戏狼 老江湖根本不会被捞到 我觉得搞不好你绑爸妈 爸妈还会循循善意又说 啊你怎么做坏事 叫你爸妈会赞心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帮他走 这种我爸伤心的 人质真的很烦的 搞到宝贝崩溃危险 好 如果爸妈被绑 当然我们希望不要发生 可是如果被绑的话 这可能要说明一件事 就是因为真的 没有绑匪对爸妈下手的 那好 我先看上一院好了 你们愿意为你们爸妈赎回来 出多少多少钱 借钱也要尽全力 要多少就给多少 这好感人哦 这应该两位电影公司 有谁来最感人的一幕吧 对 真的吗 真的吗 刘燕峰 讲真的吧 多少钱 底价 对吧 真的都会给啊 真的哦 他要多少我会给 一千万也给 可是 可是你现在 那当然要我有多少钱啊 OK 你的话 房奋应该要求五万 五万块 对 新增很好睡 不会 尽全力给 你们这边全部都是这个答案 今天我们的下院 当然是 诚实 很帅的一方 才有资格坐在下院 我看你们的答案吧 他们会自己付赎金 所以不用你操心对不对 你在说你跟绑匪讲说 请把电话转给我爸妈 然后说你们要自己从我 撑着提多少钱吗 我只负责帮他们提钱而已 因为大家都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不绑父母 因为小孩子没有经济能力 他如果绑了小孩小孩 要怎么拿出赎金去赎爸妈 就是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所以你只能帮他们提钱而已 我就算赎他们 我也没有钱去赎 可是万一帮 那你爸妈告诉你的 那个提款卡的密码 然后你去替他提书官 是不是自己会偷偷多提十万块给自己 我们家经济情况 井水不犯河水 真的吗 互相不来往 对 共玩也都ok的意思是吗 我也一定是我付啊 你们家还有别的小孩吗 除了你之外 有 他们会付对不对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付不出来 这我确定 比方说现在如果 你家中的家长是爸爸还是妈妈 还是都有 都有 都有啊 如果爸爸今天说 我下礼拜做生日 我希望请一桌两万块的喜宴 小孩子们大家分担一下吧 你会说什么 论不到我 因为我 我还是学生 所以我没办法去附和 我回去就很好了 真的 就是说根本没你的事就对了 对啊 所以你是一个天生无忧无虑的小孩 就是 小荣 你出到五十万啊 不错嘛 有这样子 反正就是 反正我们经历家庭不会很好啊 那如果说 他如果真的被绑架的话啊 那我觉得五十万还ok啦 那我再加富一点 对啊 那要不然 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好 那你觉得对面的人写 尽全力而为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 呃 最好是有那个能力 ok 所以先讲讲而已 是不是 对啊 因为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啊 实际点就是五十万了 对啊 我觉得这是我的基本底线 所以如果 绑匪说六十呢 呃 啥叫 问他 问我妈他们吧 家里把插 哈哈哈 就家里把插 就家里问他 家里问他们说要多少钱啊 好有两个是要报警的 好 所以阿水不 不付钱啊 不会啊 可是会报警 所以你还是乐意见到他们吧 对不对 不是 因为报警 我不知道他们的 后续会发展怎么样 嗯 那 或许就这样吧 哈哈哈哈 你说借记帮美的手 把你爸妈干掉 好吗 不一定 所以你顺其自然 对啊 因为我自己也没那些能力啊 可是你不会去筹钱 呃 怎么筹 去跟人家借啊什么的 太可能吧 我们都是小孩子 去跟人家借 借个几十万来 谁会借你 OK 玉如啊 如果有人跟你说 我爸妈被绑架 我给你借十万块 借 真的吗 哎 这么好呼隆啊 我觉得不是呼隆啊 他肯尽心 我觉得都OK啊 好 你觉得 不值得怀疑 连借都不借 实在是很不 用心是不是 对 你如果说你还要再思考了三分钟 那也不是 这跟地人一言没有 真的 他就会觉得很严重 只要思考三分钟就不是人吗 因为你要想啊 那是父母 那是生你养你的人 真的吗 真的啊 可是另外一边是钱 是五十万 钱可以再赚啊 你去哪里找 你去哪里找 第二个爸妈 你跟我说 那个分析互动 是比较好的 爸妈可以再认吧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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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里不是 你可以 你可以 你找人可以 去找哪 第一个人生你 你真的觉得 只要考虑钱的 注目就不是人 嗯 我觉得是说 如果他说 让我想一想 我觉得 你不用想啊 因为那 就是救人啊 干嘛要想啊 所以你现在放眼望 过来这边都是 不是 动物吗 不是 不会啊 勉强捂来为矿物吧 真的吗 哇 你真的很严格 阿潘你还敢举着啊 五千 还举着 很不举 五千 很多 Oh my god 多爆 美金吗 啊 美金 没有啊 就五千元 台币 人民币 你一个月五千就花掉了吧 可是这是扣掉 就薪水 有没扣 剩五千啊 他们要 就拿 不尿 拜拜咯 他也是尽全力 可是是五千 我的权力就是五千啊 要不要啊 随便你 你们坐在那边 是因为有幸福家的 嗯 不幸福啊 但是我还不幸福家 在那边干嘛 他每天跳起来打 你有那肥才拿 是不是 我发现就是这样 我还是很尊敬他 麻烦你掉起来打 我 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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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现在比较激动 我认为 没有那么笨 绑匪 会正在绑 别人的爸妈 可是 孝顺这个事情 是不是一定要用 钱的数目字来衡量 然后这样的时候 你觉得 现在小朋友 讲到孝顺的时候 当中是包括出钱吗 其实我每个月 给我妈妈钱 我都还会跟我妈说 妈 我只能给你钱 我妈妈说 我知道你做不应的 这样就真好 我弟弟妹妹都说 大姐 你不要每次给妈给那么多 通货膨胀也没那么快 我说不要比较 每个人经济能力不同 像我妈妈跟我妹妹住在一起 我妹妹不厌其烦 两天三天就替她去医院 我妹妹是老师 也很忙 还抽她的空档 去帮妈妈拿药 妈妈身体不好 几乎常常去拿药 我都觉得那个精神付出 不是我这个只拿钱的 我给她钱 我都还觉得很愧疚 因为我没有办法照顾她 所以要照顾要给钱 要尊敬 都要 怎么样你听得进去吗 我不在意 我比较担心 这一区的人很小 你们都同意这个吗 还是你们当中 你们这七位当中 有人是 只给钱 其实没有管他们死活的吗 我还没到那个年纪啊 你现在是在干嘛的 读书还在给父母养 那你有尊敬他们吗 有啊当然有啊 真的啊 怎么表现 有 陈毅欣 不要加洗洗碗啊什么的 哦 吃完饭的时候 做一些比较 你们这边有人洗碗的吗 有 你有没有女朋友 有啊 没有啊 我们要介绍给你 你自己吃的碗 他们吃的碗 你自己吃的碗 那以后你自己吃的菜机煮好了 可以啊 对 这边好像独立生存 我们太一代父母了 这样可不可以 那我可以请问你吗 你长这么大吃什么的 用什么的 你可以把那些钱还给他们吗 你都可以不用养他们啊 哦 你在跟我们追当 那如果 我觉得这是事实啊 我觉得这是事实 我一个表扫他很实质 怎样怎样 好 这个应该常常听说嘛 就是说 爸爸把你们从婴儿拉拔到这么大 花的那些钱你们都不用还吗 好老根的话 老本是这样子啊 老本是这样子啊 要不然你们长得这么大吗 老本是养的 因为我觉得青春无价 你妈妈身体怀大肚子 然后行动不够 然后把你生下来 生下来受罪吗 哦 对啊 有些爸妈没有好好养小孩 害了小孩 起码他有活着 是对啊 你们坐在那边是因为有幸福家庭啊 我不幸福啊 但是我还是很幸福啊 你们在那边干嘛 你干嘛 你们通通都是因为爸妈跟你们很要好 你们才会愿意养的 不会吧 是啊 我就不是啊 妈妈你也把你吊起来打 妈妈你啊 你有那个悲惨的吗 我爸就是这样子 我还是很尊敬他 妈妈你会把你吊起来打吗 不会 那 对啊 那你不幸福吗 对啊 爸回来 我妈不会 康勇这边也会啊 那你要不要养 玉如也会啊 对啊 我就是被我爸打到大的 我还是很尊敬他 毕竟他是养我的人啊 为什么他打你大 你还要尊敬他 因为我觉得说 他是不喜欢小孩 我承认 但是他对我妈非常好 那我尊敬我妈 要不欺负我妈 是不是有人要 欺负我妈 我爸还会拿刀子去追去杀 你爸是什么感觉 怎么会 你杀吗 打女儿吹杀路人 因为 嗯 可能是我小时候就比较忽逆他 他就比较针对我 我觉得那ok啊 因为至少那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啊 我长大之后他还对我很好 那我还是很正常啊 这样说还是你的错 会啊 也是会 我现在虽然还在念书 但是我爸缺什么 他跟我姐讲 到这东西我再买给他 这样都没有 达到善有善报 恶有的爸爸 那么就好了 嗯 可是你 他对他妈妈也是很好啊 对啊 你二抱不一定是要瘦在我身上 他爸打他 也不一定是坏的出发点 你们都同意被爸打到还要养他吗 同意 我觉得爸 父母养孩子有没有 一定有好有坏 譬如说管教方式嘛 我觉得打孩子不见得就是坏的 ok 就不能说打孩子就是不好 我妈也打我打狠狠啊 可是我长大的之后 我还是觉得 我妈当初没有这么打我 其实可能 因为我到小时候也很不乖啊 你们都觉得打也是一种教育 然后 教育方式 我都会哭 打在手里痛在心里 所以为什么对面人被打的愿意养 把阿水就不行 就可以养 自作心强 所以被打你自尊就受伤 打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管教 一种是虐待 在你小的时候 你怎么分清楚那是虐待 或者是管教 当你被打到长大 然后你还是虐待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逃还来得及吗 对 父母可以选择小孩要不要生 如果他生 那当然他养 这是他的责任 这是他应该负的 可是小孩子不能选择父母 像AI这部电影 它里面就有讲 上帝创造亚当来爱他 但是亚当 真的有办法被上帝所爱吗 一系人跟人也是这样 那父母跟小孩 何常是这样的 所以小孩被生态是无奈的 可以这么说 然后如果没有被好好讲的话 其实心中有资格 怀有不满与恨意 就是将来老子也不甩你就对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是父母应得的 嗯 所以说 OK 就是说 你如果对我很差 我就对你很差 这样公平 对啊是应该的啊 这世界本就是公平的啊 就算一种说法吧 我觉得我被说服了 你也心动 因为我刚刚坐下来的时候 我的想法跟他们一样 我觉得说 一定要孝顺父母 但是可能是因为 我跟我父母的关系非常好 就他们对我非常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 跟我听他们讲 我觉得对啊 这是公平 如果对我的爸妈 对我不好 我可能跟他们的关系 也会比较疏远 难免的 不好的定义到哪里 比如说他可能 从小他也不管叫你 或他真的虐待你 或者说他把你仪器 就丢在亲戚家 然后就不管你 对 那你 你 比如说我这样讲 如果今天我的爸妈不痒 他把我丢给奶奶养 我是奶奶养的 我当然是跟爸妈比较不熟 我跟奶奶比较好啊 我对奶奶比较孝顺啊 对 好 所以这一题 只要是非题就好了 如果爸妈对我不好 我也可以对她不好 同意或者反对 请做打 我跟爸妈比较孝顺 太多的认真了 姚教授 是 可以吧 爸妈对我们不好 我们就不要 我今天知道一个很残忍的例子 是妈妈来告诉我 说我的孩子拿扁钻戳我大腿 然后一个裙子掀起来 我说怪怪你养了什么儿子 她说是我不对 是我当初忙着房地产赚钱 我把丢到山上 跟阿公阿嬷住 阿公阿嬷根本忙着 做事都没人 哇 就大概房地产不起寄回来了 他们根本不是母子 我觉得那关系不叫母子 那也不用拿扁钻戳啊 他就很恨他妈妈 因为他在学校表现很差 人家都叫他比方说 山上的孩子啊 小野人啊什么的 因为他很多 没有人管教 所以这个妈妈后来是拿 垫机棒垫小孩 孩子一不怪 让他垫机棒垫他 我讲的是真的 我讲的是真的 你在编故事 没有没有没有 发生在台南 妈妈拿垫机棒垫小孩 小孩拿扁钻戳嘛 而且更可怕的是 像星期长这样 对 那个小孩才在妈妈的饮料水里面 加盐酸 洗厕所的盐酸 那个妈妈最后是 无腐内脏全部受损 住医院 听到星期中 我不知道你 跟你一样 那个多恶多啊 其实你们并不想伤害爸妈 对不对 你们只想保持 不寄予到那种程度啊 想伤害 这边没有那么快 这边没有那么快 这边只是想 无瓜葛而已 就是嘿不要烦我 这样 离别碰 你那个有点 你那个下次可以来坐这边 那个拿铁针 读妈妈 对对对 还拿铁针戳 对对对 那就不对了 小学四年级的拿 小学四年级啊 天哪四年级 真的有这个例子 我觉得那妈妈 真是情何以堪 所以我在想很多事情 你不能光看表面 对与错 那个没有办法 他一直没有提到爸爸 所以可能没有爸爸 对 一直没有提到爸爸 好 如果爸妈对你不好 你可不可以对爸妈不好 上映的牌子继续 是不是都如同我们所料 全部都是 什么叫世界本人不公平 这是什么答案 刚才他说 什么 公平啊 我觉得本来就不公平 本来这世界上就是不公平的 没有公平的事情 不用讨论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重点是 除非你爸妈完全不对你好 每天打你 每天骂你 对 你爸妈总有对你好的时候吧 对不对 总不可能每天打你 或是都不养你 这样就有问题 我觉得才是有问题 我觉得恶意引起 比较恐怖 就是根本找不到人 所以没有到那个地步 就得一样 他至少还有经典的心理说 他还会养你 还会供你吃 供你住 然后你长大 然后你读书 我觉得有些阶段性吧 就是说 如果说你现在 你很年轻 你可能觉得你无牵无挂 你就觉得那 反正我的生活 只要有朋友 有感情 有工作就好 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你结了婚 你自己有小孩之后 你就会开始投射 就说 比如你对你爸妈这样 你希望你的小孩 以后不要对你这样 你说有小孩以后 比较会想是不是 我觉得男女会 成熟度吧 养儿放之父母 有时候养了小孩 你才知道说 爸妈当初是 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是才26岁吗 我有待过幼稚园老师啦 就是教导那些小恶魔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我妈当初这里 像我对小孩子 非常有耐心 然后我小时候 强被我妈打 然后 而且我爸很爱呼巴掌 就很爱呼巴掌 但是 我想说很气 就觉得你怎么可以 呼你身巴掌 就因为你知道 被打了之后 两边脸 不一样 大家很臭 对 而且去学校 大家都知道 你昨天被你巴打 所以他就很糟糕 可是 像我以前做卡通哥 跟很多很多小朋友相处 其实我已经是 非常非常有耐心 但难免你会遇到 一两个 做欢乐 你知道就 你真的很想把他踹出吗 那个 你就会知道说 难免爸妈 有个想要打你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这是可以包容的啦 对啊 我真的 我没有勇气主持儿童节目 我觉得 我会被拍摔 我再把他们 一边甩出去 这种方法 所以 其实 你觉得要看状况 我觉得是 每个阶段本来就不一样 如果这边的这些 七年级生长大了 有小孩了 想法可能会改变 也许啊 也许 你现在跟你爸妈关系 我们都各走各路啊 假如你说吧 那我们家里没良心啊 你不然 可是那是他们应该生的啊 就是他们生的本身一样 爸妈那爽的时候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他的两生 对啊对啊 就像他一样说 然后生下我们啊 对啊 然后我们没有 对啊 太妙了 小孩传长可以拔 被家里包一弹弄大 结果就会碰 这超带吧 真的白白嫩嫩的 这是自己保养的哦 他们做了什么事啊 你看 一个序九一个烂赌 哇好惨哦 然后没有时间陪我 大概这样 有一个健全家庭吗 我看见你们的答案 如果爸妈对我们不好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他们不好 不是 这种可以写忽视 什么叫忽视他 我把他当空气 算了 因为我也被当空气了 他们在把你当空气啊 爸妈都是做生意的 所以他们就赚钱 然后从小就是爷爷奶奶照顾的 然后爷爷奶奶后来去之后 就帮庸的看 我情况比较不一样的是 帮庸 请了六七个钟 有一个曾经虐待我们家 就是我哥哥跟我长达一年的 但是我爸妈都没有发现 我一直发出求救讯号 但他们一直都没有发现 几岁的时候 你有名讲吗 你去讯号不够啊 SOS而已 在那时候还小学 幼稚园刚刚上小学的时候 没有办法说出来 而且对方总是会拿刀子威胁我 哦 我刚刚说没话在电视上讲 你不讲 那个保姆这么凶恶啊 你需要个别滋杀 呃 现在心灵还蛮劝全的 就除了胖的点之外 没什么 你没有胖啊 女人胖在下半身 不要看 你这样这么凶啊 更晚要看心情 因为我不太会忌恨 所以看当时心情来说吧 你现在跟你爸妈关系怎么样 我们都各走各路 怎么时候开始 我其实跟我个性有关系 我很独立 所以我从中国小开始 我就一个人 哦 所以就算我到了新竹求学 找房子都是我一个人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 就我还记得 我当初我同学对我第一印象 是因为全班 呃 第一次就开学嘛 全班就我一个 自己带一个大行李 去学校 他们呢 他们在家里睡觉啊 蛤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凌晨12点 自己坐车到新竹 其实我自己 几年级啊 国中 呃 大一 大一 对 大一可以自己去吧 不是 我从台南到新竹 我是从南部上来的 我刚刚说服务的小学生 你们的天赶紧 我刚刚说服务的小学生 我刚刚说服务的小学生 大一 大一 你不会想要有妈妈陪好了 对啊 可是我是一个人 找房子什么都自己来 可是我高中毕业说上台北 从东部台东到台北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over的啊 你可能生活得力比较强 可是人家第一次到台北 他刚刚不是说很独立吗 对啊 他刚刚说他很独立的啊 不是很独立啊 所以他现在不想要养爸爸啊 这样不行吗 可他当初找房子那些钱哪里来的 我承认说从哪里来的 读书的钱从哪里来的 对啊 你从小开始读书 是父母给你钱还是自己赚的 他在怎么赚的 父母啊 一定是父母 不能自己赚 如果自己赚那我就违罢了 他也可以不养你 他也可以让你 不然要生了 不然要生了 你生了 对啊 他可能很难会啊 对啊 干嘛 他们觉得 你既然生了 到要养大 这是你的 他可以把你养大 他可以不用支住你去教育啊 这是走进店里的基本消费额 所以就付吧 但又付到大学吗 其实他 对啊 最基本要付到你二十岁了 你这个消费 不要赚啊 不害赚啊 这是爸妈一次快乐之后 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啊 这是什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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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快乐 感谢了 感谢了 所以你必须付出这个代价 什么时候过程 对 不一定快乐 你也低 所以他们要爽 他们就得要负责任了 对啊 不知道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谁不是问你家人的状况 对 对 就像你去唱歌的时候 要付基本消费额 那为什么 但他们要爽 就避孕就好了吗 对 对 所以这真是失误啊 没有办法 所以 被生的孩子说是失误啊 就是说 如果说他们本来就期待这个小孩 那就他们 他们本来就想养孩子 那如果说 你是一个失误的话 你还是得照顾他啊 然后心里就很不情愿 就是说 嗯 不小心弄出来 结果只好 应该不会吧 还是会好好养 还是会好好养 而且这边的同学们的意思是说 反正 他们 尽他们的任责任 那是基本义务嘛 是吧 是基本 所以你们觉得 他们替你们出房租 帮你们弄到大学 一个 应该的 是应该的 是应该的 应该的 为什么没良心叫检讨 本来就是被很多人骂没良心的 对不对 就要检讨吗 本来就应该检讨 那怎么不说爸妈没有良心的 我自己过快乐啊 我不要这样做 看你们的报应吗 我过快乐就好了 想想爸妈 人气中疼于你的生活 谁啊 那 那 陈代艺意义是什么啊 陈代艺意义就是为养爸妈 不会吧 对啊 自己太烂了 我不认为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上 就叫做没良心 不知道你们对良心的定义是什么 对啊 基神上要互相沟通 那 但实质上物质上是必须的 马斯洛基本需求提到啊 身体心理 爱与被尊重啊 小容你说吧 那 我们讲没良心啊 怎么办 可是那是他们应该生的啊 就是他们生的 他就本是羊啊 那就不要生啊 就像刚刚 你讲这种话 他就讲你没良心啊 没人性 我觉得他还要怕 他定义的是什么 如果定义的只是这种事情 他根本就不用说了 对啊 看他们就是说 他们以前怎么对我们啊 爸妈在爽的时候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 他的良心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剩下我们啊 对啊 然后剩下我们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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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他说 他也许很期待这个小孩 他也许很期待这个小孩 可是生出来的时候 不是他也许很期待的样子啊 怎么这样 不是他期待的样子啊 他又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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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来家子才对啊 我下的订单明明是一百八十公分啊 现在只长到一百六十来养啊 他退火退火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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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谋生的能力 哇 谁让你来定义呢 可是法力成年是十八岁 为什么要二十岁 对啊 法力规定你十八岁就成年了 你就可以工作了 爸爸一辈子吗 我不懂 那我们愿意用步 我们养到十八 那你就跟这个家庭断绝关系 你自己出去不要回来 他们现在就想想啊 不是说要负養父母的大部分 都不是用父母的钱吗 对啊 对啊 反正就是啊 去酒店消费 有的话还有要付的 这个消费人付的就付的 爽到就结束 为什么还要做啊 不付带教育啊 你可以在家里吃三餐 然后像土人一样 趕快回去 不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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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疑啊 那就去嘛 你这造型是非洲我一个部落的 哪个特色 发生什么事 没有 因为我想回归原始人 你知道哪一个部落发型弄的 不知道 花了多少钱 土柱 没有就 没有多少钱啊 这也没有李子汤啊 你弄这种发型钱 对你爸妈出的对不对 不是我自己打工赚钱的啊 真的啊 当然啊 你有打工赚钱 有啊 不要多人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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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 我也会发表 你们六个人都有收入了吗 有 有 所以你看 没有良心 可以提早有收入 对不对 青年其身就是自立自强 那 你们 你们当初自己去赚钱 是因为爸妈 已经停止供应你们了吗 不是 就是因为 就讲一些话说 你说自己去赚钱啊 然后 讲话刺激 会讲什么 讲话刺激我们 讲什么 就是说 你都长那么大 干嘛不注意赚钱 然后干嘛不注意赚钱 那怎么回嘴 就说 我就想读书啊 怎样 我就说好啊 什么 你还没有开始赚钱吗 我有打工 然后他们是叫我不要读 直接去工作 那我就说 我要读书怎么样 他们叫你不要读哦 对 他们希望我直接赚钱 大概国中就跟我讲了吧 不管 真的啊 真的啊 我是认真的 你 你 挺认真的 我为什么没有遇过这件事情 就是 什么 如果家境很苦 爸妈应该会要求 我家境不苦哦 我是小康 我家还不会很差 我苦苦吗 我苦苦这样的话爸妈真的不对 那我想 我想问一下 你以前会常常跟家里要钱吗 也没有啊 花费不大啊 一点花费我不要 你是因为工作太烂 所以爸妈叫你不要念了吗 我没有烂吧 至少我还读得上来啊 OK 所以他们纯粹就觉得念书没什么用 希望你叫你可以 爸讲讲吧 也有供应你念书 没有他是 他是认真的 那有供应你念书吗 这算蛮 那你高中念上去了 你已经考上了 然后你也要去念了 你妈有付你的学费吗 有有付 因为他们必须要付 因为 为什么他们必须 他说你要自己要念的 你就自己应该 我可以贷款 可是他们我们不能贷款 因为我爸是军人 所以一定要他付 我连贷款都不能贷款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两个 OK 一个哥哥姐姐 那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已经成家立业了 所以跟我没关系了 那他们都是自己把自己养大的 没有 也是家里养大的 对啊家里养大的 那他们有升学吗 他们也有啊 到大专吧 那就好啦 你是不是跟哥哥姐姐的年纪差很多 哦对啊 那差十 就差一年以上 所以有可能你是不小心的 不小心 是不小心 是不小心 我哪敢过就来了 他没有下定的 对 因为因为一个 责品 32年才收到 那事实证明是个好的责品 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责品吗 算是啊 可是他爸妈可能不觉得 就是第一个可能觉得 哇 把两个喇叭打了 搞了那么久 累死了 又怎么又来一个 又不小心了 又来一个 就是说 他养孩子的那个镜头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对 然后又来了一个 看了眼烦就觉得说 还不要念书了 就是变长大这样 想要这样可以吧 被家庭暴力弄大 结果就会很高 超带拔心的 拜拜 只是自己保养好 哇 他们做了什么事啊 你看 一个酗酒一个烂酒 哇好惨喔 我的妈 然后没有时间陪我 大家有一个健全家庭吗 妈妈 就是我们家会有很多开销 那光凭我妈妈一个人的收入是怎么办 那爸爸 爸爸失功了 哎呦 所以你其实没有 你没有恨爸爸 我妈是说啦 就再怎么样 人家都是爸爸 然后他小时候也很 这句话 小容呢 是恨吗 有一点吧 虽然就是有父母在 可是 对你不好啊 小时候也是那种虐待啊 可是是那种 互相情无法不好到什么程度 不是哦 并不是你们那种 说不对就打 是那种 不是板教室的 对有些就是加那种暴力吧 家庭暴力 所以我觉得说 长大之后我觉得说 这是你们应得的 我觉得要让你们知道说 当初你这样对我 所以我要这样对你 你对未来有没有投身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组成家庭 万一有小孩 我不想成小孩 我觉得他是个累赘 哦 ok 对这一定都是相关的 对啊 小人这样讲可以吧 被家庭暴力弄大 结果就会恨 对啊 好歹吧 他真的白白嫩嫩的 不是自己保养的哦 好啦 那阿潘跟爸妈呢 知道 他们不在吗 嗯 我们没有一起住 ok 我跟自己兄弟姐妹一起住 你从多久以前 就已经对爸妈不了 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了 不自己不知道 知道也不会常打电话 ok 对啊 所以算 互相不想管对方死活 哦 那也不算空气 是根本就路人 不存在 不存在 那过年过节 会回家吗 过年过节 行事上 我今年的初 就是年夜饭没有一起吃 我就在吃泡面 以前有吃 以前会吃啊 都会回 大家庭都会回去 所以今年关系才恶化吗 今年就比较 自足一点 对 今年可能不知道遇到什么问题啊 可能老天爷觉得我们家太富有 然后就衰了拿了我们太多钱 真的吗 然后搞得我们家现在 还蛮不稳定的 然后我还要休学出来工作 真是 真是气死我 所以你在不爽这件事 他气爆了 你家负债 然后害得你休学工作 对啊 然后那些白吧 然后 这些这些 这些怪怪的一些 还没有这么东西 还没有 你爸妈怎么在 死了啦 讨债不来了 也算讨债就是 会跟我们就是 你之前就是一些 借的亲戚朋友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你之前借的点钱 是不是应该还呢 不再死了 要关我屁事了 找我干嘛 我没有钱给你 所以我看你原来这日子很 过得很好 结果就被你爸妈乱 乱搞生意 一个有为青年怎么回事 人家到你 这般田地 还好 你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对啊 好好我哥哥会跟我本族棒 我就刚去跳楼算 黑棒 他说这一年我 他说我好大 这一年间的 我觉得发生的事情 那是真的很严重 那他的意思是说 他父母从小到大都没有养他了 有养 可是我 我本来过贵公子的生活 忽然被你两个白痴 把钱都搞光了 就都很火啊 对啊 可能是从今次失败啊 可是他自己的钱 又不是你的钱 对啊 你在气什么 他自己都说不上 你自己会赚钱吗 一个月一万八 你不要讲他 你这样讲不对 他们的钱啊 他们的钱啊 他们的钱就不用养他 那我赚钱就不用养他 养我自己 光是养他 不是啊 那当然是前提是 他们不愿养他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他们的钱不用养他 你懂吗 所以啊 可是他父母是 因为负债的时候 才是说 可能躲起来 像我们家也负债啊 以前还算小康之家 然后后来我爸 去投资 然后失败 然后从国中就开始 好好量力量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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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小孩子出国 念书什么之类 就生活得更好啊 我觉得他都是 以小孩子为前提啊 就是啊 爸妈白了 他妈要投资 风险那么糟 所以我父母还是说 好那我想念书的话 我就自己去 你也看到念要多大 所以你们两边出发点不一样 就你会觉得爸妈 做什么努力 不管成功或失败 都是为了小孩子 真的是以小孩子为前提 而且我们一定有前提 这边就觉得说 你们好好过日子 不好好过 然后搞干七八糟 他们要被累了 那你要想 原本好好的日子 哪里来的啊 对啊父母 是基本消费的啊 一只手一只 如果他投资成功的话 他说不定过得更好啊 如果他好好过 搞不好我后面 我会回去 本人去养他 那他阿世跟爸妈 真的吗 最最强 是 是 如果碰面了两个 双方会互相 不会打起来 会骂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 还是根本不要碰面 碰面很少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 必要 才会碰面 你们关系从什么时候 开始这样子 从我不懂事的时候 就开始 OK 他不懂事的时候 几岁 幼稚园 他们做了什么事 你恨 一个序 一个烂赌 哇 好可惜 然后没有时间陪我 那这样有一个健全家庭吗 你们这些都是 至少爸妈陪在身边 可是我们不是 对 我们是爸妈陪在身边 没有爸妈陪在身边 有爸妈陪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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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在身边 有爸妈陪在身边 他不行 也怕我成为 不要讲那种什么贵工夫 我家里本来很友情 也变得要 费桌 好辛苦 是你爱土住吧 他赌你不恨吗 还是会恨啊 可是你要想 他还是会有对你好的时候 你要想看他赌 他赢的时候 你会奋你去 我从来不吃红 没有吃红 他学习是有请你喝几杯 这种成长经历很难 你知道酗酒是很恐怖的 烂毒就算了 酗酒家庭会破坏掉 酗酒会打人像我家就讲 所以你们不会了解 我爸也会啊 你爸会把你打摔角吗 你爸会把你打摔角吗 把你抓起来丢吗 他比起的那种 可是还差点要拿刀子砍我妈 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很深刻 那我也有啊 可是我爸已经砍我们了 你那时候没逃掉 你们全家都死了也说不定 对啊 那为什么他没有愿意公平对待 就是说你这么糟糕 我就不要让你够孩子 为什么你还愿意笑 我相信他爸爸也有那种 来这钱拿去啊 一天当成货费 也有一定有断食的 开心的时候啊 我爸不是酗酒啦 是烂毒 是烂毒 OK 那可是有吃红 会啊 就偶尔他还吃红 有时候他 不是 我不知道他们办法是什么 西部就书总有会有一次赢的时候 你现在在推奖赌博吗 我不懂 而且书进光的时候 他五百块 他会抽三百块给你 爸 这个重点在于 这个爸妈在什么 不是他总有对你们好的时候 那如果像是小文那种 完全不管 那我们可以提 就是可以同情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也来一个 我们心情好的时候 就管管你们 比方说他们 他们六个人可以 心情好的时候再回去送个小礼物 不行不好就不要理账 不行吗 可以吧 就是大家公平嘛 大家给钱 你看这个 又是这种 又是钱 为什么你比较谈情的问题 那么缺钱 因为他们有付钱 把他们养大 对不对 爸妈需要钱 就因为你们用爸妈的钱 太多了 所以良心不安吧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 他们现在这样讲 真正爸妈老了 老到那种 没有工作能力 然后真的没饭吃 在啃树皮的时候 他们还能讲这些话 那我真的可以 而且你们从小到大 有没有想过爸妈 认真赚钱的时候 很辛苦的时候 你们没看到吗 他也许是 不管如何 他赚钱都心里也许 不是在想我们 因为他多了我们这些累罪 你怎么知道他把你当累罪呢 他是有说过啊 就是说当初就不要玩生下了 他心情不好也是好啊 但是那根子很真的啊 有时候有可能啊 他都说不会养你了 他都说不会养你了 活好的家庭 对 你不工作的时候呢 所以你看 什么时候烂毒也是好家庭 因为至少你健康的活到现在 还可以剪这个图子 发型 不是我 你个性比较开 对我可能比较开 对我可能比较开 但是他们六个有愤怒啊 看事情的角度 我也会有愤怒啊 情绪会有愤怒 所以你愤怒 所以你愤怒只要剪了 学校的免费剪辣 对啊我开心啊 因为你剪到什么奥特殊 不是学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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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觉得这个是爽过了以后 要付的责任到18岁为止 你们觉得不是 可是他们觉得是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追究一下公平这件事情哦 就是说 好那就给钱嘛 对不对 给多少 比例上应该给多少 给父母钱啊 我 我不认为一定要给钱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觉得我在中立的地方 我觉得是要孝顺父母 可是我这样说好了 比如说 人生呢 你会遇到有一些些困难 对 那你 不仅仅是你给钱 就表示你孝顺他 有很多的子女 我觉得给钱是一种方式 比如说如果你住国外 你可能 没有办法每天照顾他 你你固定会 会钱 这可能是一种关系 打电话 但如果你们住在一起 其实有很多小事情是 不定的用钱可以表达的 是不是很不不一樣 对啊 有可能是比方说 你帮父母亲他的房子 水电啊 瓦斯 处理啊 都是你来处理 所以是给钱啊 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去征用说 要付给他多少钱的 那个数目 其实是很难去 其实我觉得重点是态度 就是说 比如说你一个月给他100万 可是你钱是撒在他脸上 那种 手啊 手啊 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他自己的小事情 我觉得那个感受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对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呃 剩下的人写一下比例好不好 就是说你每个月赚到的钱 你打算 或者已经给爸妈多好 几分之几 诶 赵文有给些钱吗 有 有 有吧 张文好也有给 张文好你觉得谁会给最多 我觉得啊 1到7号是会给最多 我觉得3或4号 3或2号 可以吃 这两个少女就对了 对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现在已经很难去遇到的那种 应该是 对 应该是 应该是 可以拿那种笑形楷模的那一种 哦 一种找不到那种 其实上下的医院 他们都还是愿意 照顾父母 只是照顾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他们年纪轻 他们接受很多美式的教育 你太美化我们这边 没有 美式的教育就这样 就我养你 可是以后就是朋友 有人愿意照顾父母的举手 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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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要放那么想话 佳文 就是一定要照顾父母吗 一定要但看你怎么照顾 就是 方法态度 真的啊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现在父母也要 你不能接受我们这六个人不举手吗 嗯 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不照顾父母啊 我觉得没有完全不照顾吧 他只是不给其他人 没有啊 不来往啊 完全不来往啊 完全不来往啊 我们就是不想来往啊 这样可以吗 是完全的 就是形同梦露 各自处理各 好冷漠这样子 所以你刚才说你动力的时候 不是那OK啊 那就以后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父母也不要管他们啊 你做得到吗 问题是你当父母的做得到吗 我觉得他们的父母 有些已经做到了啊 做到日子 所以我还没有 就是我们家会有很多开销 那光凭我妈妈一个人的收入 爸爸 爸爸失踪了 哎呦 妈 那你其实也没有恨爸爸 我妈是说啦 就带什么样的人 他都是爸爸 然后他小时候也很 这句话再联系句 哈哈哈哈哈哈 在老公公过世之后啊 老婆婆在儿子女儿的处勇之下 决定把家产都给分了 那就在他分了财产之后呢 儿子女儿就再也不回来看他 那人老了嘛 总会有一些病痛 得到最后的结果啊 老婆婆就是可能 长了满身的褥疮啊 甚至指甲头发 都没有人为他修剪 那长期祸病在床 最后带着满身的疾病啊 不急而终 那最容易会凄凉的事情啊 是在后世的料理上 甚至就草草结束 儿子女儿甚至也没有出面 那这真是一个 令人印象很深刻 不孝顺的事情 被撞可是刚刚倒在他们门口 妨害他们出入的 真的翻起来这么贡猫 就不要打死你了 才这样子 流血 好可爱 起码要屁股他们处理一下吧 把你移开这类的 把他移开 串一下就好 滚过去啊 好 你们真的不相信爸妈会来照顾你们 如果出车祸的话 不记得 我相信我爸妈会来啊 OK coca愿意打工 那julia呢 牌子我看一下 7164 所以你曾经打过工吗 我现在很少跟家里拿钱了 就几乎就是 因为我现在住外面 然后离学要比较近 然后我房租我也都没跟家里拿 都是自己在付的 Sabine 你要给我写尽力二位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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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什么 三分之一 真的啊 你三个是不是商量好的啊 你还算有理 你还算有理性嘛 三分之一 我也要活啊 真的哦 可是 我以为你就握冰球里了 就是如果是生活这种事 就不需要借钱去 去给爸妈啦 OK 你真的有做大三分之一给爸妈吗 目前是超过 超过啊 干嘛超过 因为其实我们家一直家境没有很好 嗯 所以我在学校打工的 在学校还在学校打工的时候 就是我知道我有赚钱 可是我也知道 那个钱是要拿来付我的学费的 嗯 那再来就是毕业的工作嘛 工作我也知道 那个钱是要拿来养家的 嗯 所以 养原生家庭 养爸爸妈妈的 对就是 因为我跟我父母 我跟我爸妈妈妈住在一起啦 然后所以那个 就是我们家会有很多开销 那光凭我妈妈一个人的收入 是没有办法 爸爸呢 他失踪了 哎呦 哎呦 所以你其实也没有恨爸爸 我妈是说啦 就再怎么样的 人家都是爸爸啦 然后他小时候也很疼你 这句话我再连续去也听 哈哈哈 家长会掌握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句 血浓与水 血浓与水 我妈说你不可以 我妈说你不可以恨你爸啦 他讲不可以 所以他很辛苦 那他们有联络吧 爸爸跟妈妈 没有 就找不到人啊 失踪了 国中之后就没有联络了 怎么大伙人生活都这么戏剧化呀 对啊 那你知道他像是活的吗 哈哈哈哈 谁啊 我一个朋友啊 他爸爸就是跟女人跑了 就把他丢在家里再也不理他 然后他也不需要爸爸 诶我爸也是跟女人跑 真的真的 真的吗 那时候下巴并没有高见 他说是你 他很加傲的人 你加傲 他都不要恨你爸 所以他还恨他爸 你可以恨啊 你有权利恨吧 怎么可以就恨 就像他们也有权利选择不要恨啊 阿Sir 人家说可以选择不要恨啊 这样自己好过一点 不好吗 没必要 不是你会过得比较开心啊 不快乐 宽恕别人等于宽恕自己 你就会有心情去剪一个有趣的发型出来 我可以把他们当隐形人看不见 OK 可是你不会说要饶过他们 对不对 我没有必 不会要治他们于死 对 可是也不会想说我饶恕他们吧 对 不会 对啊 好玉如多少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太多了吧 嗯 你真的有做到过吗 有 因为我之前曾经工作过 然后那时候吸水不多 但是我那时候是拿三分之一 然后我后来去同学之后 就我自己打工自己嘛 那我就 就是曾经有 我自己生活费 就是之前工作剩下的 我就把赚的钱是几乎都拿回去 如果老老师就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家也是很奇怪的暴力家庭 因为大家就是小时候 就是家庭环境不美满啊 那你干嘛这么 上进 我为什么不能上进 我选择 就是像老师讲啊 换恕别人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恨的那一面呢 你们可不可以接受 你们班上有这种同学 就因为他们可以接受 有圣女在班上啊 对 我可以接受啊 但是我可以 我会一直去跟她 我会一直去透客 因为 你还是感化我们就对 我没有感化 我只是跟你聊 因为这只是阶段性 你会长大 你会碰到 你回不回心转意 那是你家老师 好 我们派钟馗跟你聊吧 我跟你聊 他说 他说你会长大 他会这样 可是 女人当然总是希望年纪 可以永远保在20岁 被他讲废话 你们是哪个的吗 听不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父亲 他变了一个猪龙 被他爸爸上山 因为他爸爸老了 我们基本价值观就不一样 我们这边的父母 没有辛苦养三个子 这是我一直很想强调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 虽然说钟馗可能 跟他爸妈的关系不好 但不定然 也许他以后生了孩子之后 他会把那个心理放在孩子身上 因为他受过这种苦 他知道说 爸爸妈妈没有照过很辛苦 所以也许他会对他的小孩更好 这次还蛮有困难 你是说有小孩以后 所以我不觉得地价的住 将来自己愿意 有小孩的举手 对 阿潘会有吗 你愿意生 也许吧 希望 希望啊 供玩不生啊 现在在 蛮麻烦的 而且我觉得 我教育不好 十个人啊 可以串成丸子三兄弟 闭嘴 好 如果孝顺不是最高的价值 欸 说不定不是啊 你们七个人大概也不一定觉得 好 你们写下来 你们觉得最高的价值是什么 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 诚实吗 是善良吗 是有钱还是是什么 负责任 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你们六位写一下吧 人最重要的特质 长得漂亮也算 阿 谢谢 漂亮也算 作为一个人类 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张冠涵是什么 你的榜首是什么 我的榜首 对 就是 这个人如果有这个 你就是应该做朋友 我觉得 心安理得 所以是善良吗 呃 我不能说是不是善良 因为我觉得要对得起自己 就是说你真的 感觉是什么 而不是说说话 所以一定要心安理得 嗯 什么男生跟你交往 然后 缺了哪个特质 你就绝对不跟他做男朋友 不让他当男朋友 没有肩膀的 全是难不起责任的 所以 如果是贝柯翰 就不行了 不行 因为他 呃 他还好他承认啦 我ok 可是后来承认 你是不康耶 对但是我觉得 嗯 敢做就要敢承认啦 ok 他就是必须承担接下来 肩膀承担就好了 好 心态要正常 要有爱心 要活得精彩 开心 开心是最高价值啊 很土著啊 那你取一个邪心就 很土著啊 我的那个也很土著啊 你也很土著啊 我不是啦 我说这个啊 你们两个都剪这个 把自己寫出去 蛤 嗯 蛤 他们是我开心的 章石 活祝自己存在的意义 薩荆冰是写什么 愛 爱心 ok 所以浩如写效� sust 跟有良心 你是针对我们来的吗 不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 我交过男朋友都 还蛮孝顺的 你的男朋友都蛮孝顺的 这是个要求吗 没有 自然而然 我不知道 有脸跟你在一起的人 都不得不变的孝顺 脾 Casey 你信哪一种人就会吸引哪种人 我刚刚认识就是认识有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知道 对我才知道 所以如果如果阿瑟要追你是不行的 哈哈哈哈哈哈 阿瑟应该不会追他 知道啦我只讲 哈哈哈哈哈哈 他可能会起追天使 他根本就不合啊 就根本根本一 没有我们的频率不合 频率不合对 OK 挺形线 我也不会去追他啊 你已经有啦 对啊 对啊 我也不会要你的你放心 我也没有问题 你不知道他怎么呛我 没有 你真的吓到啊 没有啦我讲一次 一定要孝顺 因为我后来才发现 他们有这样的共同特质 对 OK 所以如果 我 有个男人跟你交往 然后他第一个就说 他 跟他父母不来往 哇那就 就不行了吗 拜拜啊 真的吗 真的啊 追过我的男生 我一发现他不孝顺就 拜拜 所以你的孝顺哦 包括什么 包括什么 就是要 面容 要养 要养 要恭敬 要照顾 我觉得说 他是你的父母 你要尊敬他 像我觉得说 不一定是要给钱 像我现在 虽然说打工 睡一阵子没有给钱 我每天都打电话 送他去住老人院可不可以 OK啊 可是你要去看他 你不要把他放在那 也不管啊 因为有些人很喜欢住老人院 现在福利很好啊 真的啊 我现在有那五星级老人院 我要来也想去住 因为他的 他有爸 不是啊 我从26岁开始想到 因为老人院其实也蛮贵的 如果你要住那五星级老人院 你只要存个七八百块 我建议你去看看 你已经开始 开始存老人院费了吗 你可以去看看 真的很棒 因为他们有爸 然后他们有共同的生活 因为说他们生活 所以老人院可以考虑 对不对 可是 不是有很多长辈 你只要说 我送你去老人 他就会说 买这个不孝女 什么 你要看他自己啊 因为现在时代的变了 所以 他们观念也在 你觉得你们的家长 都会统一被收拳 我爸就曾经讲过 说如果他老了 然后就我们真的都工作忙 好不好 那就看 我们是要送他去 那种比较好的老人院 或是说 他自己在家里 他自己会找朋友 甚至还有交代遗言 我妈妈曾经 进去住过三四天 礼拜一进去 就像我妹妹 我妹就很关心我妈心里 像我只想要说 我妈妈居然要做 那我来出钱 我只会想到这样子 我妹妹打电话去 只问两个问题 我妹问我妈 妈 那今天这样白天整天下来 你去住三天 被推出去几次 因为他比较早不方便 被推出去 所以到外面去 对 活动 我妈说没有 那他有没有 帮你们准备水果 我妈说没有 我妹妹第二天就去 帮我妈借出来 水果有什么重要 因为我妹妹觉得 不是光只有三餐 还要帮忙准备水果 为什么不自己推自己出去 因为她没有办法 没有那个能力 她住在那边 所以我妹妹 所以你看那个 妈妈其实会住在 女儿家的比较不多吧 你的意思是说服务不好 对 所以如果有一天 有推出去两次 然后有吃西瓜 这样就可以吗 至少啊 基本要求啊 至少 他连这个都做不到啊 不笑这次听起来很刺耳吗 不会啊 我开始讨论 要不要奉扬服务 什么时候我们被逼成不笑 对啊 所以讲完还蛮指引的 对啊 所以你觉得你不是不笑 我觉得故事上 并不是不笑 而且并不是只有拿钱出来 就小熟 不笑 不笑 不笑他们不是不笑 你怎样 我一个邻居很喜欢赌博 然后他欠了一大堆赌债 那他爸妈妈就想说 帮他还赌债啊 然后就把家产都变卖了之后 就发现还不够 那我那个邻居 他就逼他妈妈 把所有的死亡钱 全部拿出来 那可是拿出来之后 就是还有一大堆还没还 然后他进来逼他的舅舅 逼他妈妈去跟舅舅借钱 那他舅舅想说好那帮他把 躲在环境还好的 然后就拿很多钱出来 那他舅舅的儿子就觉得很生气啊 就觉得他没有 他自己爸爸为什么要 要借钱给一个赌徒来换赌债 这样 那他确实就很难过的 离家族走了 那我那邻居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就很伤心啊 觉得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儿子 然后害自己的弟弟沦落街头 然后后来就中风 然后又过世了 对 这就是我听过最不孝的故事 我看你们的最高价值是什么 如果不是孝顺的 责任感 责任感不包括孝顺吗 中卫 我们这边大部分的父母 没有责任感 所以才会 哦 所以把他们打入冷宫 对对对 请钱 小温 我这种命人要写钱 我这种命人写钱 不知道是谁写的 我猜一定 所以如果现在有 很有钱的老人家 要收你为干女儿 可以吗 我要靠自己 要靠自己 可是他有钱哦 我自己赚的钱 比较 比较好价值 别的话 别的情比较好 平凡 你比较想认干爹是不是 对 有没有 平凡跟快乐 阿瑟不举牌子的意思哦 没有 没有价值啊 没什么有价值 真的吗 就人是没有价值的动 我最需要护照 是不是 跟容老师预约好吗 怎么样 我帮他跟容老师预约 担个时间 透过一下 你觉得这样不行吗 就觉得 我觉得可以啊 因为 呃 不见得你 人家有造型就好 哈哈 他的架子 我跟你说 其实啊 造型的用意只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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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答而已 他只是一个 取悦别人的小技巧 OK 但是我 我可以接受 他现在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 没有人一生下就想法 有些人可能到四十岁 才发现 哦 原来他想要什么 我觉得 好 所以 如果你们交往的对象 很教训 不 不会 妨碍到你们的不孝对不对 不会 不会 好 不孝这次听起来很刺耳吗 不会啊 我们开始讨论要不要凤羊护舞吗 什么时候我们被听起来不孝 对啊 这一点我还蛮自己的 哦 真的吗 所以你觉得你不是不孝 我觉得 忽视他们并不是不孝 而且并不是只有拿钱出来就是孝顺 忽视 忽视 忽视他们不是不孝 那是怎样 你忽视我 哈哈哈 那你不能叫我 你不能叫我 你不能叫我 你心里有沟通 这个叫互相 没有 也许心灵间有沟通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好 如果你只能 呃 选择一个 就是你养小孩或养父 你们会选哪一个 对啊 如果你的能力有限 但只有一个面包在手边 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 那父母跟小孩你们选哪一个 不过你的小孩要定你几岁一下 六岁下 就是你需要抚养 对啊 这可能不会生吧 哈哈哈 这问题就你有小孩 现在在非洲 只有一个面包 刘彦峰 拿着这个面包 一边是你小孩 不干啥 要讲 要讲 你们得回答 就别人问问题 瑞要回答吗 你的父母吧 毕竟我们受惠于父母 真的 让小孩饿死啊 再生就有了 就是有我们这样的父母 才会用 用小孩 就说 要抱一 给父母吃啊 所以我们吃 那为什么不分一半 就好了 这么简单 就不要吃 所以说能力有限 大家都有吃 那我想 面包不好 我应该讲 更难 是不是 不好分的 或是 割肉啊 割自己身好 对啊 少来了 你还在 儿子上 真的 我觉得 小孩这样小孩也吃得到 所以何将云云也给小孩吃 不会养小孩 因为我相信 如果 如果你的父母 比如说你的父母吃了这个食物 可是他也真正看他 孙子饿死 我觉得他心里会很 对 你给你的父母 你父母马上拿个孙子 对 我觉得会 所以我觉得我会养小孩 你们反正都不养父母 所以会养小孩吗 对不对 我觉得 培养下一代是天性 不然我们不会就在这边 对 就是一代传一代 老人也没有什么未来了 对不对 对 就生物来讲是什么 我不是在开玩笑的 真的 是真的吗 我 你 你要比较一个 只是他十年光阴 和一个有无限的可能的 你要选哪一个 OK 那四十年上可以选总统啊 对 那真的这小孩不错 虽然老人很有价值的 小孩也可以选吧 你指望小孩选不着 我刚刚还蛮担心 他们会说 我自己吃就好了 小孩不要养 我都不要养了 因为 并育养小孩愿超过老人 这其实人类的天性 因为 因为 这个社会就愿意投在老人身上 比较少 中文里面还是有一些智慧 其实很适顾的 比方说 酒病无孝子 就讲得很明白 你就算再怎么孝顺的人 爸爸妈妈如果在 医院里面住好久 每天都要去帮他们 拔尸把尿的话 大概 呃 你觉得多久就会 失去耐心 我觉得真的适合做 最终研究 follow up experiment 那个试验 每一季可能就 三个月大概就 可是我大概做了 大概将近二十多年 因为我 我爸其实在那个 我国小 一年级的时候 他就中风 天哪 然后那个时候还好 他自己本身有行动能力 可是 他是前年去世的 那大概在他去世前 五年啊 是整个几乎就是 瘫痪 然后就是 五年 对 那都是你一个人 还是别的家 家事员 基本上是我跟我妈妈 原因是因为 我我哥哥那个时候 都在读军校 所以几乎都没有在家里面 那可不可以请你看护 后来其实他最后的 三年是住在那个 呃 那个养老中心 OK 所以等于就三年 你们比较不用 对对对对 因为家人工作关系 然后时间上面的关系 你就明明的没有办法 二十四小时都在他身边 所以是好松 这一题问男生好了 我真的觉得男生比较 美耐心处理这个 酒瓶无孝子是真的吗 瑞 你还用孝子 不是孝女 对对对对 是还没遇过了 不过 如果发生的话 你是打算用钱解决吗 让他请特别看护 自己先照顾嘛 有空去自己去照顾 但是一定会花 可能还是会花钱吧 三十万花得起了 哎不用那么 一个特别看护 一个月要七万块 我说你三十万收入的 绝对是 这么多吗 有啊 如果是特别的那种 有因为我妈妈 就是做看护之前 是不是七万大概 大概七八 就要看他的那个状况 所以你光是 有一个父亲病倒 需要特别看护 就是七万块嘛 对不对 对基本上下 哇哦 所以即使月入三十万 也还蛮 厉害的 七万块的话 所以 你们都觉得 任远峰你觉得说 可以教训的下去啊 还是说 你觉得就会变 我是没碰到 因为是外婆 可是我看我最久 我这样照顾她 她顶多 可能太久了吧 就是照顾个一两年天天哦 那她的态度上 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好 可是 而且外婆也比较失去 就没有什么 没有意识 类似半植物人这样 OK 对啊 所以态度上 可能就比较不好一点 可是可是她还是会去 帮她把十把尿 还是会做 嗯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还可 还OK啦 对 疾病会是一个考验哦 那另外就是 我觉得台湾 好像还有个奇怪的 习惯是说 女儿如果嫁到了 先生家里去以后 她每个月拨出来的钱 主要就是奉养公婆 而不是奉养自己的父母 有这种事吗 我妈妈就是 我妈妈都希望我 有啊 孝顺公婆 这很怪耶 那你们的爸妈 谁来奉养 她觉得她有儿子 还好她生两对 对 我在美国打工的时候 是要确定有生男跟生女 确定哦 所以我很难过 我生两个女儿 我做的还不错的 媳妇永远 熬不成婆 我现在都很有危机意识 我在美国打工 打了钱 寄回台湾 那个两个父母亲 接到态度不一样 公婆接到很高兴 啊 我们的儿子媳妇 可以在美国赚美金的 我妈妈每次接一次 就每次要打月亮电话 我跟我妈说 早上你要打那么贵 我就不要寄给你了 我妈一定说 孟茜你别再走 你大家走 她一讲我就哭 又讲很久你知道吗 那个钱计划其实也不多 可是那时候 民国70年初的时候 因为电话很贵 哭什么 就是说很难过啊 因为她想到我在大太阳下 帮人家洗车啊 她想到我在餐厅里面 在洗碗啊 端碗盘啊 有没有 那自己的妈妈那种感觉 当然我们不是在讨论婆媳 我是说每个态度会不一样 所以妈妈拿到女儿的钱 会特别有感觉 可是妈妈居然还说 你去孟茜那边 那边你一定要走 真的哦 家书你也要生 我这边你咕咕咕吃一次就好 哇 为什么要这样委屈 我觉得她很传统 这是很传统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 她会希望你在那边过得好 如果说你去奉养 对 你如果去奉养 就是先生的公婆的话 你可能在那个家里的地位啊 和那个整个状况 所以你们四个女生 都要两边养吗 嫁了以后 可能先生的钱 会拨给她的妈妈 她的爸爸 我的钱 那我要奉养 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 你不奉养你的公婆 因为我们就是 等于是结婚的话 那就是先生 先生会出一期 然后我也出一期 那我们可能比率的问题 所以两边都还是要照顾就是 哪间一公司从来都不觉得 我们可以沟通 可是我们很重视 诚实这件事 因为其实台湾或者世界各个角落 都一样有好多不诚实的人 就要等到老人家过世以后 他们才开始长一产的 那个很猙獰的面目都会出现 那这边这六个人起码是 你不要犯我就不要犯你 这个大家各自过日子的人 如果你有遇到你期末中 你觉得不孝的人的话 可能不用那么用力地 用你的标准举设备 因为天下也有不适的复备 天下也有不适的复备 那至于你要怎么看来 他们就是自由嘛 这边的选择又有这边的选择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